没有说很高兴 就是没有强烈的 没有强烈的对自己不生不命佛性 本体的那个深刻的认识 所以或许多讲 或许在那个脚底按摩的时候 那个脚底按摩 那个时候刚吴洛斯 在台湾刚兴盛的时候 那个时候或许也是正在找佛性 他找佛性的时候 也是有一点认识 可是不很透彻 他在讲说 诶 诀啊 那个佛性的诀 他是不露露对待 他没有生命 所以不会痛 也不会饿 也不会冷 也不会热 都没有 可是认识不是很深刻 所以去那个佛洛斯 那个脚底按摩 因为或许这个身体都不好 前身的 从小一直开始 先天就不足 后天又欠条 所以就很不好 那个脚底按摩师父 去按那个脚底 他说 喔!你的膝蓋都酸粒了,满身都是病痛 以那一种现象,应该是很痛 那个一脚底按摩的时候,那个产生身体很痛的感觉 那个时候或许就赶快就想说,我来找不生不昧的火星 它不会痛的 然后就进入,先转移,转移到那个不痛的来 转移过来以后,诶!真的喔! 那在抓的时候,本来很痛喔! 转移过来,那痛才没去 没去就叫扭回来喔! 拉回来又马上痛 所以就赶快进入那个佛心里面 全部都在佛心里面 那在佛心里面的时候喔! 噢! 那整体有什么体会啊! 很深刻的体会 他喔!那个... 教理按摩师傅啊! 看我都没在... 没在疼苦、没在哀到喔! 他就越大了啦! 越出了越大了啦! 越大了喔! 我就找到佛心越开心了 喔! 很棒! 对!佛心充满! 他我很开心! 噢! 喔!原来你米的这么亲喔! 米的这么久喔! 喔! 不容易... 喔! 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啊! 他就很... 喔! 做了很久嘛! 满身大汗了喔! 然后看我都没有哀喔! 压起的小茶棍喔! 用茶棍来把它练! 通不通? 一定通的! 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喔! 欸!很失误了! 为什么? 都在佛心之中了! 欸! 所以那个体会啊! 真的很深刻! 所以后来才会跟喔! 道心讲! 所以当你在生病的时候! 当你在喔! 接受外伤的时候! 那个很难够的时候! 你赶快找! 找那一个不痛的那一个! 就是不生不寐的佛心! 所以就很强烈啊! 欸! 可是喔! 我这个说者 唇唇! 听者喔! 渺渺! 好像没听人在... 在做! 没听人说! 喔! 我听你这样说! 我去做法买! 那你很... 很强烈! 那没勒! 那没反应! 可是或许就是因为有那么强烈的体验! 所以才会说! 喔! 一定要... 要进入啊! 喔! 不生不寐的我们的佛心! 这个身体啊! 啊! 痛痛痛痛! 那个都讲的! 欸! 你痛不用多久! 你疑好就没去! 那痛就没去! 对吧! 所以他是生妹的! 那那佛心本体啊! 他没有! 没有生妹! 喔! 我们身体怎么样的状态 跟他都没有关系! 你看! 超不超然! 喔! 所以那个超然灯活地啊!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 所以喔! 而且都现在那个脚底按摩还在! 只是要花六百块! 你这按摩一次他还六百块! 你体会看看! 会不会痛! 每一个人的身体一定都有病的! 所以那个一按摩! 不可能说不痛! 一定都是痛! 很健康的人喔! 假定按摩不会痛啊! 可是我们人都... 多多少少都有某一个器官啊! 欸! 不太正常! 所以会痛! 欸! 按摩以后喔! 你喝多点开水啊! 把那个喔! 排泄出来! 也会好啊! 兵也会好! 欸!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我可以讲喔! 等到我回来! 我精神都回来身体的时候! 不能走路了! 喔! 痛到喔! 喔! 那肩子把我修理到无法走路! 可是喔! 我又马上喔! 我又马上转到佛性来喔! 那肩子打到那肚子喔! 好像打到棉花! 这样打下去了! 看似棉花! 那肩子打到那肚子吃! 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佛性来走路! 不要用身体走路! 欸! 就走得这好色! 是不是奇怪? 用佛性喔! 我说不要用身体 用佛性来走路! 那肚子打到头上喔! 像一打到门口! 我的身体啊! 那个脚好像踩到棉花 然后我告诉自己说 不要用身体走路 用佛性来走路 诶 我就走到佛性了 好不奥妙 好奥妙 真的就是那么奥妙 所以我就一直讲一直讲 佛性这么好的 你怎么都很清修 很棒的